好, 欢迎大家来到Banana UK Property 我是Tony 刚刚刚在Stopport 现在我们就在Manchester M27 Swington 帮业主三间四房的排屋 这间当时的契学价是26.7元 接下来是放租的 我们先看看附近的环境 附近一米内小学七间Good 四间Outstanding 中学两间Good 一间Outstanding 走六分钟到附近巴士站 走十分钟到附近学校 走十四分钟到大的Sopping Mall Supermarket 和Swington的火车站 车程十七分钟 就去到Manchester市中心 接下来这间房子是放租的 大家看看 前面这里有个位置 就是可以开车进去 后面有个车房 帮大家去看看 好, 那我们先进一间房子 前面就有个石地的小花園 好, 那我们进屋了 好, 那我们进屋了 好, 接下来这间房子放租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 下面的连续连续连续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这间房子 会收拾一些长生 会翻身的 到时被租客住的 好, 那我们看看 这儿呢 旧楼 楼底非常之高 对了, 楼底非常之高 那这个床 这个厅 很市镇的 看前面 外面 对了, 很多香港人在这边住的 我们在Swington 都买了很多间的 对了 好, 那这个厅就是这样的 对了, 接下来 好, 那页主呢 就会翻身给租客 好, 那我们去看看下面 好, 那我们下来 这里另外 又有一个厅 严格来说 这里有两个厅 大家可以一个厅做饭厅 一个厅做客厅 一般都是这个 做饭厅 这个厅很大 这个厅 这个厅真的高 好, 那我们再看一看 对了, 那就是这样的了 好, 那我们进去厨房了 厨房就在这个位置 这里有一个厨房位置 厨房也很新正的 对了, 那厨房有八成身 很干净的, 让大家看一看 对了, 那就在这个位置 冰箱啊, 各种东西 这个厨房也有了 对了, 洗衣机也有卖的了 如果有租客来租 就会一落的了 不需要搞那么多东西 OK 好, 那我们进去厨房就好了 好 好, 那就带大家出去看一看 这个花圆 那这里呢 在这个饭厅走出来呢 这里呢, 还有一个位置呢 是有一个洗手间的 对了, 那就 对了, 很可爱的 这个位置有一个洗手间 在这个位置的 好, 那这个门再走出去呢 就看到 那这个车房了 那这个车房非常大的 那如果租呢 这家屋呢 那这个车房是包装的 对了, 一定是包装的 给大家看看附近环境 刚才呢 我不是说了有条路进来的 那就是这条路了 刚才在这条路转进来 跟着呢 就可以进到自己的车房了 OK 好, 那就是车房了 那这个车房 严格来说呢 可以摆到一架很大的 很大的 车都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你说摆两架呢 就可能要一些小小小的车 对了 那你说开开大车一点 这边就摆不到 好了, 那车房后门走出来 这里还有一个花园 对了, 那这个花园呢 就是没有草的 对了, 那我给大家看看 OK, 好, 那我们出去看看 好, 那我们出去看看 好, 那我们先进入一间房子 另外, 前面还有一道门 对了, 那两道门都可以通 不用一定要经车房进去 不用一定要经车房进去 好, 那我们经过车房进去 好, 那我们经过车房出去了 带大家上去楼上看看 这间是四房来的 好, 那所有垃圾桶都放在这个位置 好, 好 哇, 这间的空间很大 好, 那我们上一上楼上 好, 那刚才上过了 好, 楼梯呢 比较有点高的 那因为楼底高的关系 那么, 伤体地楼梯都会高的了 但是, 都很行的 那我们, 那我们先走到这一边 那我们先走到这一边 那, 这边呢 左手边呢 就是Family Bathroom 那个Bathroom都很大的 对了, 那Sventon 这个位置, 一向都是方便的了 对了, 那有了, 那有了 旗缸的 那, 有了 好, 那我们去看第一间房 那这间房子呢 这间房子呢 就比较小一点的 对了, 那现在呢 业主呢 都会收拾一下 给租客才放租的 好, 那我们回到哪里 看回后面 自己的车房那里 对了, 那这间房子呢 只可以放到单人囚 OK, 好 好, 那我们去 那我们去 第二间房看看 好, 第二间房 好, 第二间房 进来 哇, 已经做好了 有了櫃在这里的了 那, 有一张床在这里 那, 大家可以感觉到 Size 大概有多大 那, 这张床都很大的 是King size OK, 看看 看看 看回 後方的转的 好, 你不静这里 好 那, 那些櫃都很新 就是了 那, 看到有 床头櫃 齐了 好了 对了, 这里的楼底 都很高 对了, 那如果喜欢 空间感的朋友呢 那, 那这里就对了 OK 好了, 那我们看看 那些櫃里面 很多 收纳位置的 大家看看 好吗 OK 好 那, 那我们去第三间房 去第三间房 好, 第三间房之前呢 这里就有个门 门后面呢 都是有一些收纳位置 放下 吸引机等等 好, 那我们进第三间房 第三间房 那, 这个房间的空间 这间房间 绝对可以放到双人床 没问题的 对了, 那我从哪里 看回前面的 好, 那我给大家看看 前面有个位置 可以掛衣服 不好意思 OK, 好 好, 那这间房间 绝对可以放到双人床 没问题的 好, 那我们去 最后一间房 就在旁边的 这间房 都很大 绝对可以放到双人床 都是可以放到双人床 绝对没问题的 对了, 那我们 看回哪里呢 看回前面的 哇, 这个窗 也是很大的窗 大家都看到 对了, 很大一只 OK 好, 那 看一看 那里还有一个洗手盆 在那里 是的, 那有些人问 为什么会 那么奇怪 有一个洗手盆 那 真的 不同的屋 有不同的设计 这里有个位置 摆东西 那时候, 我小时候 在英国读书 我那时候读寄宿 房间里面 都是这样的 有一个洗手盆 在那里 但是没有厕所 OK 好, 那我们今天 就来到这里先了 那里面 如果大家 买楼 租楼 装楼 好, 机场接送 买车 都可以 找我们 Banana UK Property 帮忙的 是的, 那 那 我们要报告 给业主 看看 现在 装修完 就可以出租的了 好 那我们今天 就来到这里 很多东西 大家收看 那我们呢 星期三 会再见的了 多谢大家收看 Banana UK Property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